为了报复自己的丈夫 白人贵妇竟把一名黑奴叫进了房间 她缓缓脱下黑奴的衣服 看着她高大的身躯 女人彻底沦陷 可殊不知 这将是女人最后悔的举动 一个月后 男主人就出差回到家中 她热情地和曼丁哥打着招 可对方却十分心虚 甚至都不敢直视男主的眼睛 而女人看着曼丁哥也同样心虚 但即便这样 她还是抱着侥幸的心态 告诉了男主一个天大的消息 男主听后瞬间兴奋 激动地把妻子抱在怀里 可她却丝毫没注意到 妻子那慌张的眼神 很快 女主的临产时间到了 男主也在外面交际等候 但没想到 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产婆彻底就吓住了 因为刚刚出生的孩子 竟然不是白色 于是为了白人家族的颜面 镇长直接走进了产房 然后他轻车熟路地拿起毛巾 接着就活生生地把这个婴儿 直接扼杀在了摇篮里面 随后 镇长出门告诉男主 孩子刚出生就已经夭折 但男主却根本不信 他急匆匆地冲进产房 本想安慰一下妻子 可当他看到女仆惊恐的表情时 男主突然察觉到了不对 他缓缓地走向婴儿栏 瞬间就明白了发生的一切 天大的绝望立马冲上心头 男主不可置信地看向妻子 而妻子的眼神中则充满了恐惧 男主崩溃地走出门外 焦急地询问女仆 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曼丁哥强奸的妻子 但没想到 女仆的回答 却又是沉重的一击 于是为了报复妻子 男主便准备了一杯毒酒 接着便哄骗对方强行喝下 而妻子自然也明白一切 此时 悔恨和自责的泪水 已经流淌在她的脸庞 但现在说什么也为时已晚 随后 男主恶狠狠地拿着猎枪 来到房间找到曼丁哥 接着便让他跳入滚烫的开水里面 曼丁哥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极力地向男主解释 可下一秒 曼丁哥一枪被打到开水之中 曼丁哥奋力挣扎 可男主却还不打算放过 他拿起一旁的鱼叉 直接就刺了下去 企图将曼丁哥折磨至死 旁边的黑人管家再也看不下去 他急忙冲了过去 企图阻止男主的所作所为 可不出所谅 管家直接就被男主一把推开 但就在这时 管家却捡起了地下的猎枪 他愤怒地指着男主 让他赶紧住手 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男主的父亲 却不顾生死地上前辱骂 只见下一秒 晚家竟突然扭转枪头 瞬间就打向了男主的父亲 而男主的一整个家庭 也因为黑奴的原因 彻底变得支离破碎 到此 电影结束